根据马六甲卫生局提供的资料 三名疑似资卡患者早前曾经到过新加坡 并在8月30号回国 由于怀疑感染资卡病毒 母女三人前往医院进行检测 马六甲卫生局指出 第一轮的检验结果呈阴性反应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 这三人做了第二轮检验 卫生部部长纳都斯里苏巴马念表示 当局还在等待三人的验血报告 马六甲卫生局已经安排三名疑似病患 接受家中隔离 对此马六甲首席部长 纳都斯里伊德利斯哈伦 促请公众 耐心等待政府公布正式消息 不要听信谣言 以免引起不安 NTV7综合报道 本航就有问题 本航就有问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